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那我們今天為大家開箱的是濾杯 這是一款由台灣英哥生產的濾杯 它的名字叫做自然釉 從濾杯的設計到上釉至燒製 都是由台灣獨立完成的一個新的商品 其中有一些設計的特獨道之處 學長覺得真的是蠻不錯的 首先最厲害的一個點就是 它這次的濾杯角度設計比較特殊 一般我們傳統的濾杯 譬如說V60 或者是說絕大部分的濾杯 像是最近常常在討論的冰桶 或是新芒這些濾杯 它都是傳統的60度 也就是V60的60度的角度 但這次的自然釉濾杯 它其實蠻特別的就是它這次的角度 大家可能看不太出來 它使用的是50度左右的角度 那我們可以從一個地方可以大概看出一個端名 就是從摺濾質的部分可以去了解 譬如說 這是我們一般正常的60度的濾質 那我們可以先簡單摺一下 然後摺完以後 我們放到我們的 就這次60度的V60對不對 放下去的過程之中 可能會需要摺一點點 放進去以後可以看到 只有一點點的浮出來的狀態 一點點這邊有一點點浮出來對不對 那我們可能只要摺一下一點點的角度 就可以讓濾質跟濾杯浮貼 代表說這個紙呢 其實大約就是接近60度啦 OK 好 但是我們在用自然釉的時候 那我們把自然釉這個濾質浮貼上去的時候 會發覺說 我們的濾質這邊有一塊很高高高的凸起 那我們必須要往下摺 大概摺到這樣子 這麼多的角度 所以可以看到 大約在這樣一段呢 就是這張濾質跟自然釉的差異的地方 所以就可以想像到的是 原本是這麼開的角度對不對 但是因為它的濾杯設計是50度 所以變成比較陡峭的角度對不對 所以我整體的圓錐呢 變成原本是這麼寬的圓錐 然後變得比較陡峭一點的圓錐 那60度跟50度 這樣的差異對於 我們沖煮上面會有什麼差別呢 其實差別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我們其實用濾質也可以 就是當我們的角度 原本是比較寬的情況之下 我咖啡粉會比較 平均分散在左右兩側 左右兩側的粉會比較多 但是呢當我的 角度變得比較陡峭的時候 因為變得比較斜了 所以大部分的粉會更集中在正中間 左右兩側的粉會變得更少 換句話說呢 在用自然又這樣的50度濾杯的情況之下 會發生一種情況 就是中間的粉塵會變得比較厚實 邊邊的粉塵會變得更少一點點 就是會跟傳統的濾杯會有一點點差別 當然這個差別呢 會讓你整體的流速 正常來說 你的流速應該會變得比較慢一點點 為什麼呢 因為粉塵越厚 我的水必須要經過更多的咖啡粉 才會流完 但是自然又呢 在這一點的設計上面 其實我覺得是相對來說 是非常有合乎充足邏輯的 那學長對於符合充足邏輯的濾杯 我都會給一個大拇指 因為太多太多亂做的濾杯 其實他們邏輯都有點亂七八糟 但是自然又這個濾杯 我覺得邏輯上面是沒有問題的 怎麼說呢 他從兩個部分去做修正 讓這個問題呢 不但不是問題 而且反而變成它一個特色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它的 落水口的部分 一般來說落水口呢 正常的濾杯在做的情況之下 不會開得比較太大 會開小一點點 因為小的開口呢 有助於控制流速 並且達到比較好的擠壓萃取的效果 會讓你的香氣跟風味都變多 譬如說我們可以看 V60的孔洞 其實是很小的 很小的 那我們可以看 冰銅的孔洞也是很小的 這種傳統60度的濾杯 它的孔洞都不會挖太大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相比較之下 自然又能有一個很大的孔洞 很大的孔洞 但是我們可以去想像一下 當我的粉塵 這麼厚實 如果我還是用這麼小的孔洞的話 整體流速就會拉得比較緩慢 會使你的風味都會往比較厚段的部分走 所以呢 它使用一個比較大的孔洞 它可以有效的讓我的落水的速度增加 去平衡它的角度上面的一個困境 那第一個部分是什麼呢 就是關於它的肋骨設計 肋骨設計 它摸起來的深度上面非常非常的深 比V60摸起來還要深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當我的濾子 放上去的時候 我可以看 看到這樣 其實我的肋骨 可以很明顯的把我整個肋子都撐起來 那我們都知道 如果肋骨越深 然後它的數量多的話 它對於整體流速的增加 也是會有幫助的 那所以這次自然釉呢 使用了12根長熱骨 跟12根短熱骨交叉 24根這樣的組合 然後也讓它的排氣的速度變得更快 所以呢 學長對於這個濾杯的風味上面的定義呢 其實我覺得是很容易定義的 就是能夠放大你前段香氣跟酸質的一個濾杯 OK 那成因就是因為剛剛那三大點 那待會充足的過程之中呢 學長也會跟大家講一下 我要怎麼樣充足 就可以讓這樣的效益達到最佳化 其實真的非常簡單 OK 很多時候好的工具就是把一些細節都設計掉了 你可能不太需要注意它的成因 但是呢就能做出很好的香氣跟酸質了 這次自然釉呢 他們第一波推出的有三個顏色 那它是人工上釉的 那它的釉呢會往下流 所以呢可以看到在底座銜接的部分 會有比較厚實的釉料的顏色 這就是這次自然釉他很想強調 他認為說自然嘛 反正每天都會有不同的狀態 所以呢自然釉的濾杯 其實每一顆都會有不一樣的釉料變化 OK好 這是自然釉的第一款天藍 然後第二款這個叫做茶墨 就是它有茶葉跟墨綠色 就是茶葉梗 墨綠色的這樣子中和的一個顏色 OK好 所以看到是蠻有古味的一個綠色 是比較少見的 那確實在風格上面是比較 中國風一點 OK好 那第三個呢也是這次的天木森林 那它在側面跟底座的釉料上面都差蠻多的 然後它的漸層的變化呢 是三顆裡面應該是最為複雜的 所以呢 確實看起來呢 它如果你喜歡這種自然釉要變化的話呢 那自然釉呢 它確實在這方面呢 是有花了相當多的功夫的 OK 那我們了解了自然釉的它的功能設計 以及它的外觀上面的一些巧適之後 那我們就來進行沖挫的部分 好那我們先用大的濾紙 小的跟大的濾紙都可以啦 那用這種比較稍微大一點的杯子 我還是喜歡用大的濾紙 OK好 然後呢放下去的時候注意一下 放下去的時候呢 我剛才說嘛 因為它是50度 所以呢它會有濾紙會有一點點的 需要折的部分 那剛開始的時候呢 整隻手把濾紙推到底 OK 推不下去了以後呢 然後呢 輕輕的把它濾紙這條線折起來 就會服貼了OK OK OK 好就這樣就浮貼了 好 然後呢 沖不沖濾紙都可以 好 咖啡粉的部分呢 我建議呢 可以用稍微細一點點 你平常 比你平常用的V60 稍微再細個 半格或一格 譬如說你用 平常用5.5或是5 你就用4.5 OK 用細一點點 好這是20克的粉 那我們一樣沖300cc 好 OK 就準備就緒了齁 那其實步驟蠻簡單的 我們分為三大段 第一段做門針 這是一樣的齁 那第二段呢 我們就 專心在正中先注水 這一段可以把我的香氣表現 表現得非常的好 OK 那我們做到多少呢 做到大概是220左右 OK齁 那最後80cc呢 我們就直接 用繞圈圈的方式 做一點點尾段 就分三段 OK 好 準備開始 水溫90度 好 先做門針 門針一樣齁 就是 大約是40cc的水 正中間的粉呢 多一點點沒關係齁 多一點點就好了齁 不要多到太多 因為雖然它是50度啦 比一般60度的濾杯 稍微再眨一點點 它中間的粉會比較多一點點 但是也不要太誇張齁 正中間多一點點就可以齁 那門針時間一樣30秒 好 那這個沖法的最核心的關鍵 就是第二段 第二段的部分呢 建議大家齁 你可以用比較有力道的給水方式齁 然後往正中間給水 然後稍微呢 有一點點上下的 給一點點施加一點力道的話 它的香氣會更足量 OK好 準備開始 正中間齁 好 給水下去 好 然後呢 稍微上下 一點點沒關係 不會也無所謂 可以聽到 有很劇烈的水聲對不對 這代表說 它的水道已經通了 然後這個自然用濾杯 因為它的 開口本來就蠻大的齁 所以你用這種上下的方式呢 可以讓你的給水呢 快速的 而且很有力道的穿過你的粉層呢 做出更多的香氣齁 那這也是自然用這個濾杯 最值得大家去 使用的一個部分齁 就是可以讓你的香氣變得很足量 然後做到220 好 220 然後等它全部流完 那這一段呢 我們做了超級多CC的香氣齁 所以大家喝起來的時候 香氣的表現一定會很好的 好 那快流完的時候呢 最後一段呢 其實就是簡單齁 正中間給一點點 順順往外繞就可以了 這一段呢 就簡單 均勻的讓粉吃到水就可以了 那你會發覺說 外圍的粉其實真的只有一點點而已 因為它的角度呢 是比較窄的齁 所以外圍的給水你不用給它太多齁 就是 大部分還是集中在正中間齁 只要外圍只要有吃到水就可以了 OK 然後整體流速的時間呢 大概是2分鐘左右 OK齁 所以流速算是相當的快 但是呢 它的整個風味來說呢 也不會有 呃 太空的問題齁 因為它在 呃 肋骨上面啊 還有它的角度上面呢 幫你做好了控速的這樣的功能 好 做出完畢 我們準備來試喝一下齁 嗯 今天使用的豆子是巴拿馬的爆碟齁 可以非常明顯的感受到這個 自然用這個濾杯 它在前香上面的強調 嗯 但是因為我們後面也有做80cc左右的一個 尾韻的部分齁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它只有前香沒有尾巴 然後呢 它畢竟還是一個 雖然我們剛開始前面有220cc的水 都集中在正中間 但是呢它的 因為它的粉層還是比較厚的齁 所以它的粉跟水萃取時間呢 還是會比你預想的還要再長一點點 所以呢 整體喝起來的飽滿度呢 還是相當不錯的齁 所以呢 隨著濾杯的 這個觀念一直的眼鏡 從60度慢慢的變成50度 甚至以後會不會有更窄的濾杯 或是其他形態的形狀的濾杯呢 我們其實非常非常值得期待 OK 那我們今天自然用濾杯的 看一下就到此為止齁 好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希望多為各位解答囉 好 謝謝大家 掰掰